好凤林镇公所非常重视民众对殡葬设施服务的需求 最近在第一公墓兴建停车空间 并且计划将兴建一座纳谷塔 未来将可以提供大约有2000个骨灰孩的固位 那么镇长林建平就说了 神老病死是每个人必经的过程 所有相关建设或者是机制都必须要完备 期盼持续强化殡葬建设 来提供镇民更完善的空间 凤林镇第一公墓经常提供其他乡镇的民众使用 为了提升民众在空间上的使用便利性 镇长林建平指出 先期将先建置停车空间 未来也将计划增建纳谷塔 提供凤林镇民服务上的需求 然后在每年的7月我们有一个中原的普度 这几年因为公墓对于所有的法会的重视 所以说很多百姓在每年的4月以及7月 都能参与我们这场法会的一个盛事 但是人一多 所有的人都是我们的车辆 就造成我们所有的农路 在路边停车之后 造成所有的车型的一个顺畅 都相当的阻塞 造成百姓的很多的一个抱怨 那我上任之后针对这个问题 那我们积极地寻求了我们公墓旁边的一些的农地 跟地主做相关的拜托恳切之后 获得了地主的一个一个支持 那我们最近公所就在我们公墓的正对面 这一块将近有七百多平的空地 那这个停车坑七百多平能够完工之后 让我们所有以后公所在第一公墓 集办的各项的法会 我们不再有停车的一个困扰 第一纳谷塔目前的塔位 只剩下五十几个空位 那严重的让我们每一年凤林正名 需要的空位的数目远远不及 那可能我们要利用我们公所的自筹裁员 在我们明年度的年度预算 我们即将提出一个我们丰临公所自办 我们编的义估编列了百分之六十五的金贝 然后向先生们争取百分之三十五的一个金贝 让我们丰临正的第二纳谷塔 能够在自由的裁员里面 在义估在一年半的时间 我们的第二纳谷塔看是不是可以完工 然后就可以来衔接我们目前凤林正 纳谷塔严重的不足 林建平也指出 他不只大力的推进殡葬建设 目前也计划将增建纳谷塔 一估经费四千万元 公墓也转型立美化 让公墓空间更符合民众的需求 记者凌杰 凤林正采访报道